如果要拆你就外面這邊 幾乎全部都要拆掉就對了 住了37年才知道車庫不是自己的 還可能被拆除 屋主欺詐怒控地主 不僅刻意隱瞞 還提告要討回土地 這個我買來就這樣 我要拆什麼 而且我有獻服的這個同意書 跑來告訴我 我告你們拆屋環地 你跪下來求我 我都不饒你 大吼大叫 叫我們拆屋環地啊 屏東市自由路 這四間透天措 是原地主跟建商一起蓋的 車庫這一塊 當初被申請私有巷道土地 前方的道路則是侵占水利地 去年被原地主的女兒 提告侵占要求拆車庫還地 當初提出來給縣政府 作為私有巷道 來申請建造 車庫來賣給我 他以前沒有購記給我們 你也沒有跟我們講 所以才引起這個訴訟 原地主女兒其實就住附近 他們反控多年來默默繳稅 無償讓住戶使用 結果經營的早餐店 被其中一戶多次檢舉 仍無可忍才會想要討地 他們用了三十幾年了 我們都沒有跟他做廢機 前幾年退休變本加利 變本加利 一直檢舉 一直找我們的麻煩 我們受不了 就請律師提告 要為這一塊土地 幸好佔用水利地的車庫 不影響交通 短期內縣府不會討回 至於土地使用權問題 住戶跟地主 只能對部公堂 交給司法解決 三立新聞 朱駿結婚會山評論報導